话说这舍饭是乡恶川前地带的传统美食了 在贵州同仁每到清明期间的家家户户都会制作舍饭 以此来祈福五谷风登 舍饭 社会的舍 舍火的舍 这是什么样的美食呢 咱们一起去长长见识吧 来 家住万山区黄道乡丹阳村的流河乡 正和邻居立起提着篮子采摘薅菜 收集野葱为制作舍饭做准备 吃一下要喝点清菜啊 耗菜啊 切切 又有腹橙 又有大蒜 又有有时候做的花生 又有干豆腐 又有辣嘎 都是吃味 吃饭 现摘的耗菜洗净剁碎 把苦水揉进 放在锅里备干 熏好的腊肉洗净切丁炒香 再将三分之一的鲜米煮到半熟 三分之二的糯米用热水泡过后 倒入大盆内 与事先炒香的薅菜 腊肉等拌货均匀 香味随着搅拌逐渐在厨房飘散 近两个小时的忙碌之后 色香味俱全的舍饭就呈现在大家面前 舍饭去锅了 一人盛上一碗香味十足的舍饭 大家围坐在屋檐下聊天 其乐融融 锅烧饭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学室 没到清明前 我们自己家家夫妇都会锅烧饭 烧饭里面有五个炸粮 有野菜 鱼食炸 我们今年要好够的收成 大中午的看着都香啊